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亲访台湾 与民主同盟共同抵制霸权 8月2日全球都在密切关注的 莫过于现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亚州行是否会包括拜会台湾 当然最后从裴洛西的推特揭晓下 除了向世界展示了她不但降落台湾 也展开了第二天拜会台湾总统的行程 当蔡英文总统与裴洛西共同面对媒体 这一刻也让近日频频立足了中共当局 着实目睹台双方对捍卫民主的决心 但中共除了人不断派机扰台外 这两天更是破天荒的攻击台湾网络 包括台湾总统府网站在裴洛西抵台前 遭受达平日200倍的攻击而短暂停网 除此台铁左营站看板 及便利商店广告萤幕都被害入 出现中共谴责及统一的字样 尽管这些引起哗然的手段已被遏制 但更反映出中共对台侵略的意图 只会有不肯罢手的流氓行径将发生 就在裴洛西未公开是否飞往台湾前夕 中共便突然宣布禁止台湾育百家食品业者的产品 以违规理由禁止进口 这是自2021年起陆续停止台湾水果 以及今年6月在突然禁止石斑鱼以来 企图攻锁台湾出口经济的最大一次规模 回顾当月逼近裴洛西亚州行的日期 除了中国外交部战狼加强对美警告 最爱呛台美关系的中共媒体大炮 环球时报吴锡进更是拍影片怒斥 甚至用不堪入耳的缺德话送给裴洛西 尽管他呼吁解放军如何出征教训美台 但结果就是连众多大陆理性网民都不意外 吴总编最后又打脸自己收场 如同大陆网友盛传的自嘲 中共老是警告美国台湾别踩红线 可是裴洛西这趟已踩成了红地毯 至于胡总编的马后炮又再如何展开 也阻止不了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传出了年底率团访问台湾的消息 更凸显了世界坚决抵制霸权的趋势 再看看原本热议裴洛西访台的大陆网友 对于无能阻止美方的党中央可会失望 但这从来不是中共需要担心的问题 所以这次封锁网络舆情更加粗暴简单 直接让微博瘫痪就连过滤发文都省了 故当台湾面对这般自意霸凌人权的中共 唯有秉持着此刻坚强反霸权的表态 也才能为台湾人民建立更安全的防盾 感谢您的观看